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曾国藩收留了他 并悉心传授给他军务知识 也正是犹豫层 国藩的格外青睐 李鸿章才能越过乡军的一众功臣速将 在1862年一月成为主宰上海及苏杭的封疆大力 奠定他以军功封侯的事业基础 1864年太平天国父王后 曾国藩又帮了李鸿章一把 先是举荐他接任自己的两江总督之位 后又保证 他担任平年主帅 对李鸿章的提携也真算是不遗余力了 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看重李鸿章 除了他却有才干之外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他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 既是童年近视 又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曾国藩向说起李文安 就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李鸿章 开始 李鸿章本是个热衷功名的学子 但李势不敌 却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家之家庆不富裕 李鸿章只能放弃科举回到老家以耕种为生 展开全文巨赛 李鸿章心地善良 因自家耕地里多有粉种 故儿每当春耕时 总会告诫故宫在坟种旁流出空地 有时遇到无除且 他献的坟种 李鸿章还要指挥故宫为之陪徒 事无清他 但即使李鸿章如何辛苦劳作 李家耕地所产的粮食 总是不够李鸿章夫妻及四子的交股 为此 一向爱面子的李鸿章 只能低头向亲戚借态 后来 李鸿章就此事回忆说 前无祖父穷且困 至年终时 所摘者如过江之计 祖父无法以偿 唯有之无以对 之无从非常久之计 其向亲友商败 借无还期 亦见为亲友所验 好在李电华走出黄土地的心愿很强烈 即使日子不好过 还是鼎力支持李文安和他的三个哥哥读书考学 清朝思书开始 身体虚弱且生性木讷的李文安 是四兄弟中最不被李电华看好的 可谁料到 最后重举的 就是这个小儿子 那一年 李文安正好四十岁 已经度过了人生中的大半截 也就在这时 李文安认识了还未发达 只是个普通经官的曾国藩 李文安眼力不差 通过频繁接触 他知道真未三十 多岁的青年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 李文安遂主动与之交好 并在随后 将儿子李鸿章介绍给了曾国藩 也算为后来的晚兴忠兴 埋下了意料之外的伏笔 清末连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安 踏上所为李鸿章 又为曾国藩相比 曾国藩仅用七年 便从从五品生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 李文安的仕途倒是很稳定 实在 李文安停政念者 以倔强不苟合 不惑于上官 大意是 清廉正直的李文安 为了不冤枉囚犯 达到合理量刑 时常会和上司聚礼力争 搞得上司很下步来台 所以 当他的童年们官运亨通时 李文安的刑部司法官 一直当了很久也未升迁 尽管如此 李文安仍然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批阅暗冬到深夜 更是家常便饭 据李文安的同事的诗文回忆 李文安掌管提劳厅时 每天都要到监狱巡视一边 当时 提劳厅下属的两个监狱 关押着约五万名囚犯 行忙烦 一圈就需要走上十来里地 但李文安不辞辛苦 每天必须要查验以便方可信安 彼时的官场贪墨成风 欲不可扣囚犯犯时是屡见不鲜的事 李文安掌管刑部多年 深知其中的弊病 于是 李文安给下面订了个硬性规定 每名囚犯 每餐都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 虽然如此 李文安还是怕狱卒蒙蔽自己 所以 他不仅时常会突击检查囚犯的伙食 还要亲口品尝饭菜的声说与否 毕竟清末财政有限 所以 晚饭后火房便会关门停工 若这时恰逢新球入狱 他们便会饿肚子 这时 李文安总会自偷腰包买来粮食 偶成米粥分发给种球 当然 李文安的善良和心系还不于此 比如 鉴于春夏季节狱中一爆发聚集性传染病 李文安常常会派人提前备下药材预防 此外 为了方便并求发汗之用 李文安还会在冬天背下棉衣和棉被 故而 在李文安管事期间 狱中从未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 老实说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像李文安这种厚道的官吏实属少见 好人有好报 李文安不知道 他的天生良善 直接给自己促成了一桩 影响李家百余年运成的好姻缘 清代夫妻有一年 李文安的父亲李电华出门办事 在路边歇脚时 无意间碰到了一个衣衫蓝绿的小女孩 当时 这个身患鲜花的小女孩正啼哭不止 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 李电华见之心怜 遂报回家收治 那份年代 知识分子大多略通一道 李电华极是其中之一 于是 经过擅长儿科的李电华的几番调治 小丫头居然被治愈了 长大后 小女孩感念李电华的救命之恩 遂以养女的身份生活在李家 下地除田 上造煮饭 小丫头把李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俨然成了李家的好帮手 不过 看着小女孩日渐成人 李电华却犯了愁 按照当时的审美 大家闺秀都以小脚为美 可小女孩乃是气孩 根本没有人会刻意的 监督她国脚 所以 小女孩即使到了出嫁的年龄 仍旧蹬着一双大脚 此外 因为早年得过天花的缘故 小女孩的脸上也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马铁 如此 不用说富裕人家看不上 即使正常人家 也不愿娶这么一位姑娘 李电华不知道 他的四儿子李文安 早就注意到了这位姑娘 一天 读书归来李文安看到劳累过度的姑娘 累得倒在了灶台旁 心中顿心怜爱 所以脱下自己的外衣 盖在了姑娘身上 李电华听说后 知道李文安对姑娘的心思 遂命李文安取之为心 李氏从后面的历史可知 李氏有很强的帮夫韵 直接为李文安撑起了一片天 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 李氏上到了厅堂 下到了厨房 拿得起锄头 欲使异能担当 堪称封建世子心中典型的贤妻良母 也正是由于李氏的勤建之家 李文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冲刺科举 实在 李文安从1825年开始参加江南乡市 虽然多次名落孙山 但冲刺的尽头依旧很足 终于 在1834年 李文安顺利考中了举人 四年后 李文安又高中进士 一跃成为了天子门生 从此 李家岁成为和菲鲁州府一代的望族 据李氏家普记载 李氏为李文安一共生育了六子二女 可想而知 李文安夫妇该承担了多大的经济负担 为此 忧愁不已李文安曾多次作诗交愁 难得多累乱丁天 凡最高堂问你也 不过 李氏倒是坦然以对 无教诸子发愤读书 皆微微有力 起忧贫哉 意思是 我教孩子们发愤读书 让他们长大后 都成为动粮之财 到时还怕贫穷吗 的确 李氏后来真的做到了 李文安六子 除了李鸿章的成就举世主目外 其他五子也都为一时翘楚 如关居两广总督的大儿子李汉章 人称 松山四友 在府院之争中担任国务总领的三子李贺章 主持编撰 续修卢州府制的四子 李韵章 以财富之名 写了善好诗的五子李奉章 少通经史 博学能文的六子李昭庆 此外 李氏的两个女儿也嫁得很风光 如大女嫁与记名提督张绍堂的 二女 嫁与江苏后补之府费日起 李汉章又 李鸿章左 1855年 五十五岁的李文安基老成吉 不姓病逝 但李氏却比丈夫多活了二十八年 不仅享尽了荣华富贵 还屡受朝廷推恩 如1875年慈禧四十寿臣 朝廷为笼落权臣李鸿章 光绪帝亲班御旨褒奖李氏 1879年 李氏八十大寿 朝廷又命古文大师于月 做寿莲祝贺 毕竟岁月不饶人 纵然李氏体格硬朗 却也扛不住老买 1882年 鉴于李氏久病不遇 朝廷特赐李鸿章一个月的假期 去湖北武昌探望 谁知 在圣旨下达当日 李氏就去世了 于是 光绪帝又追加了一道遇址 命令沿途的地方官员 要妥善照料李氏的灵鹫 实在 在这里是灵鹫的 大船子汉口沿长江一路而下 中京九江 安庆 潮湖 最后抵达和匪李家祖营下荡 沿途的各地官员们迎来送往 无一人敢怠慢行事 这还没完 在李氏去世二十年后 清朝仍旧对其进行了三次追风 要知道 那时 李氏所有的儿子均已去世 生荣死哀 在满清一朝 李氏也三千五古人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 西音堂笔记 用李玉权先生为提老师 郭文贝成 薛福成雍安笔记 梁写抄李鸿章转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